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384集 心机手段 白小春坐在鳄鱼上 看向周涛眨着眼问 怎么合作啊 在下 欲买下超级必顾单的单方 愿出十万贡献点 不知白兄可否割爱 周涛内心有些不悦 觉得白小春竟然在战兽上没有下来 可语气却不露丝毫 不卖 白小春翻了个白眼 身体一慌 走下战兽 袖子一甩将战兽收入零售袋内 正要进入灵宅时 周涛上前一步抬手拦住 白兄 不买单方也可 我们天空会来独家贩卖如何 独家贩卖 白小春看下周涛 实际上他这几天自己去卖也有点烦了 此刻听到周涛的话 琢磨着若是交给他们去卖 自己能省力不少 我天空会笼罩全城 在下有把握 在几个月的时间 就可让这超级壁骨丹 传遍全城 到了那个时候 白兄轻而易举就可以获得海量贡献点 白小春想了想后 开水与周涛谈论了细节 直至一个时辰后 二人定下以三百贡献点的底价 再加上最终卖出价一半的分成方式 确定了合作后 白小春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很是开心 周涛一样开心 二人相识一笑 发下道士约定在御检上 又送入星空道集宗的公正阁 做了仲裁 临走前 周涛笑着问道 不知白兄明晦 我们既已合作 大家以后要多熟悉一些才是啊 叫我白药师便可 白小春抬起下巴 小袖一甩傲然的开口 周涛迟疑了一下 微笑点头 告辞离去 就这样 在之后的日子里 白小春的烈药越发的疯狂起来 炼制的数量 也从之前的五十粒 贬成了一百粒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这一百粒灵药 每一次周涛来拿取时 都会直接给出三万的贡献点 至于之后的分成 则需等售出后才能拿到 时间流逝 很快又过去了七天 在天空会的势力下 短短的数日 超级壁骨丹就轰动了整个东城 在东城完全引爆 其功效之好 让无数东城的修士疯狂 哪怕价格被炒到了极高 可依旧由大量修士购买 至于零时 也出现了跌落之势 短短的时间内 东城修士之间谈论的 几乎都是这超级壁骨丹 而且白药师这三个字 也在天空会的友谊传播下 被东城不少人知晓 很多人都知道 白药师就是超级壁骨丹的炼制者 而天空会只是歹兽而已 白小春觉得有些不对劲 想要去阻止 周涛却送来了天空会 第一批分城的贡献点 足有数万之多 且告知白小春 此后每天都会有这么多事 这白小春立刻振奋无比 可实际上他并不知道 他的超级壁骨丹到了天空会后 在天空会的药师努力下 不惜代价不惜成本 生生的将一百利变成了三千利 使其弊端无限的扩大 如此一来 白小春这七天给出的虽是七百利 可实际上卖出的却是两万多利 只不过多出的那些并非卖给东城 而是被送去了西南以及北城 短时间内白小春根本就无法知晓 而白小春的贡献点也首次突破了二十万 他在这振奋中索性直接献祭了十万 成为了成衣弟子 穿着成衣弟子的衣服 他坐在战兽身上 意气风发 搭有一种壁骨丹在手 天下无有的霸气 可正走在街头 白小春傲然天地时 突然的在前方传来阵阵的惨叫之声 白小春诧异了 站在战兽身上仔细一看 立刻看到远处竟有一个羞尸 突然的摔倒在地 身体肉眼可见的急速消瘦 发出哀嚎 这一幕让白小春疑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突然的四周的人群内 竟陆续的有人神色大变 突然倒地 一样的身体急速消瘦 哀嚎不断时 白小春有些紧张了 怎么回事啊 莫非有敌人进攻 白小春赶紧操控战兽后退 在回灵宅的路上 他骇然的发现 竟有数十人如此 突然倒地 全身急速消瘦 尤其是当他看到其中一人 居然是买过自己的壁骨丹的修饰后 白小春觉得更不对劲了 而这还只是第一天 当第二天到来时 东城内这样突然消瘦 仿佛一个月的饥饿 突然在瞬间爆发的修饰 在数量上超过了一百人后 整个东城内 顿时出现了风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虽然没有人死亡 可这里面除了不多的一些人 只是元气略伤 休息之后可以恢复外绝大多数都是元气大伤 这种事情立刻就引起了这些羞世的愤怒 而在调查之下很快的就找到了原因所在 所有突然销售之人毫无例外都是吃下过超级壁骨丹 至于元气略伤以及元气大伤的区别 倒也没有人去在意了 大都是认为个体差异的不同 而所有的矛盾在这一刻都被人刻意的引导之下 指向了白小纯 超级壁骨丹是假的 那白有诗是个骗子 该死的 我们在这里本就很辛苦了 他居然还骗了我们 哪怕有门规在我也要灭了这白钥匙 那些吃下丹药后陆续发作的羞世 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还没有发作的部分人 他们的愤怒同样在被引导下大范围的爆发出来 更是暗中有不少潜藏在内的羞世 也在这一刻引导舆论 更是同仇敌价之下引起了整个东城的愤怒 这种愤怒引来的杀机 哪怕白小纯身为金丹修士 也都不可去撼动丝毫 这里不是逆河宗 而是陌生的星空道集宗 在这里没有人会来保护他 一旦引起了众怒 必定是生死危机 白小纯吓得几乎魂飞魄散 好在他对于这种事情在灵溪宗与血溪宗内有很多经验 早在这东城怒火爆发之前 他就立即整理好了一切连夜逃走 以白小纯的心旨 他只是最开始被那突然拥有的贡献点迷失了一下 此刻随着清醒过来 立刻就意识到自己是被天空会给坑了 该死的天空会 我又没得罪你们 白小纯咬牙 连夜急迟 很是狼狈 对于这次的事情 他的刺激很大 那种在心机上被人玩弄的感觉 让白小纯觉得丢脸 他的目中露出强烈的怒意 不甘心就这么稀里糊涂的离去 当然也不会冒失的去寻找天空会之人 而是找到了几个吃下超级壁骨丹后发作之人 仔细的研究辨认之后 白小纯立刻明误过来 这些人吃下的超级壁骨丹被改动了 不是我给天空会的弹药 我的弹药就算是有瑕疵 同样会发作 可只是元气略损而已 稍微补充就可以恢复 相比于这一点危害 长达半个月的补充消耗 足以使人忽略瑕疵之处 而天空会改动了我的灵药 使得其危害增大的同时 缩减了补充消耗时间 可天空会 为何要这么做 白小纯咬牙 展开修为 急速的离开了东城 去了北城区域 到了这里后 他立刻发现居然在北城区域 也有人吃下了超级壁骨丹 元气大伤后 白小纯立刻脑海如有闪电划过 我懂了 天空会作为空城最大的组织 他们掌握了大量的商铺 而这空城内最大的利益是在灵石上 超级壁骨丹的出现 最受冲击的就是灵石 他们来找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贩卖 而是为了将超级壁骨丹彻底的回去 白小纯呼吸加重 怒意升起 此刻完全明白过来后 他的怒火更强 有意思 不动竖法 不来杀人 这是玩弄手段吗 这一点 我白小纯也会 天空会 你们给我等着 白小纯咬牙 潜入了北城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